换旋示范 我们的如果有千斤线不换 我们就是一条旋一条旋换 建议都是从外旋先来 把外旋松开 像这个它倒插进去了 你就要花一点力气 小心不要戳到手 很容易很容易见邪 然后呢 旋槽 擒托上面有这个螺丝 你把那个旋就从里面退出来 那外旋 比较细 所以要找到比较细的旋 小心把它打开不要急 这个旋打开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折到 折到它就容易从那里断 那旋一边是圈圈 一边是直线 一边是直线 那这是蓝方方旋 它的线 它的线缠的线是红色的 先从这个圈圈的地方 勾进去擒托的螺丝 勾进去之后 经过旋槽 上来 卡住擒马 让它在擒马上 记得穿过千斤线 因为你千斤线还要使用 穿过千斤线之后呢 这个动作很重要 穿过勤枕的勤枕 可是这个线头不要让它这么突出来 让它留在勤枕里面 藏在里面 就可以开始转了 那因为是外旋 所以你的线要留在外面 你要往身体的方向转 好 请走往身体的方向转 尽量把这个弦把它绕整齐 紧了就可以了 好 那不要忘了你的尾条 尾条呢 它是一个螺丝 先把它松开 它上面有一个短一个长 通常呢我都是长的在下面 勾进去 然后经过螺丝的孔 再往下勾 它就卡住了 好 那再稍微把它转紧一点 就完成了 好 那内旋呢 相同的动作 重新再来一次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好 一样 它使用的 它这个旋 你在退出来的时候 要注意 让它不要 搓到自己 好 内旋 比较粗 一样 你自己在拆的时候 要小心 不要把旋折到 再粗的旋 你折到 一样从那里断 好 一样一个圈圈 找到圈圈 左边的螺丝勾进去 经过旋槽 上来 一定要顺着上来 不要绞住你的外旋 好 一定要顺着 让两条旋是平行的 好 不要忘了经过千斤线 穿过千斤线之后 这个动作很重要啦 好 除了让你的线头 留在勤枕里面之外 因为旋要留在里面 所以你要往外转 情整往外转 一样把你的旋绕整齐 让它不要打叉叉 好 不要打结 这样你的旋呢 声音听起来会比较顺一些 另外一个要件 当你把旋上好之后 看一下你的这个两条旋是不是对齐的 好 不要一个旋很靠里 一个旋很靠外 好 是打叉的 让它尽量在一个平面上 好 那最后再把你的这个尾条装上去 就完成了 好 尾条装上去你的旋 不能够旋得太紧 要稍微松一些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有五分钟吗